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洋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而台湾有来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黄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李安安居 接下来要透过和中央社助 北京记者陈嘉伦连线来关注 四个议题跟讯息 包括台湾今年将连续第三年 可能会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 其次是美中贸易持续谈判之际 美国将从10号起对中国大陆 加征新铺的关税 此外在中国大陆网络大逼的眼中 台湾有哪些迷人的风光 至于为何今年在中国大陆 发表言论尺度相较以往较为紧缩呢 上一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嘉伦来我们谈谈您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嘉伦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嘉伦 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WHA20号开始 那么在瑞士日内瓦登场 而网络报名是在6号截止 不过台湾目前还没有接获 预会的邀请函可能会是连续第三年 没有办法预会的 那么过去两年因为中国大陆反对 我们被拒于门外 今年又受阻了 那么网络在6号发表严正抗议及谴责 那么网络是在中国大陆官方发表相关谈话之后表示呢 中国大陆以片面设定的一个中国原则 错误引用年到2758号决议 还有WHA25.1号决议剥夺台湾民众的健康权益 更严重破坏全球的卫生安全 加入你在北京 那么看到中国大陆官方到底有哪些说法呢 其实中国官方呢 他们今年呢 当然态度还是一样 就是不让台湾参与 他们提到的当然还是一贯的一中原则 那一天就是6号 在网络报名到截止那一天呢 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就已经先破漏了这样的风声 他们除了以一中原则 不让台湾参与之外 还宣称民进党呢 当局所谓不让台湾参加WHA 将导致的防疫体系出现缺口的说法 是谎言和借口这样子 他们还做了这样的指控 所以这些呢 传回台湾之后 当然就会让政府感到非常的错愕嘛 为什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扬称说 不参加WHA也不会影响台湾的 整个国际的防疫体系 是 对此呢 蔡英文总统表示 中国越是打压设定路障 不让我们加入 会让台湾人更不满 国际社会也会对中国大陆这种态度越来越不满 而卫福部长陈时中呢 人会率团到瑞士日内瓦 让国际来看见台湾对世界卫生的贡献 这是我们官方的立场 另外在民间方面呢 尽管这次台湾没有会要参加 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 不过台湾是为外交协会 还是会自费前往 这也是日内瓦 希望透过场外的 医疗展跟游行的互动呢 不但要让世界卫生大会了解 他们损失的台湾经验 也希望让更多的国际友人看见台湾 是 接着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个交点议题 就是自去年以来 美国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次的贸易谈判 至今双方已将互加征三波的关税 不过外传可望签订的协议之际呢 却再生了波折 美国日全宣布将在本周五 也就是10号呢 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课征的关税 从10%调高到25% 而对此呢 嘉雷你在观察中国大陆外交部 还有他们相关的一些单位 有哪些的反应 他们是否会持续和美方进行磋商呢 好 其实川普这一次突然间喊说呢 要对中国再加征关税 这时间点是非常的突然 所以其实那天呢 消息一传来的时候 那是那个北京时间6日的凌晨 隔天一早 就是6日的一大早 他们大概是凌晨一时的时候 传出这个讯息嘛 那隔天一大早我就在看央视 然后发现说 一整天呢 官媒大陆的媒体都静悄悄的 不去提及说 可能又要被加关税了的这个讯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一开始中国的态度 好像就是想要冷静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避免就引起国内太多的反弹的声浪 那后来呢 就从6日一大早就等等等等 等到下午3点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终于召开记者会了 毫无意外的 大家一定就是会针对 中美贸易谈判的议题呢 继续对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提问嘛 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从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的回答 就可以观察到至少有两点 第一个呢 是中国好像对于川普常常反复无常的 说要一下要加关税啊 一下子又说要弹劾的这种反复的情况 他们好像觉得有点麻痹 当然另外一种解读会认为说 其实中国是突然被甩了一巴掌 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其实这两种都不可能 但是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那一天第一时间官方的表态 就是耿爽他怎么讲 他就说类似情况多次出现过 那当被问说 那到底你们还要不要继续谈判呢 因为本来就是原定刘鹤8号或9号 就要前往美国继续谈判 所以大家就关心说 现在川普突然说要加关税了 那你中国之前不是说 你们不会在任何威胁之下进行谈判吗 这样子 那所以现在川普这样一直扬言 你们还要继续吗 耿爽的回应就说 中方团队还是正准备赴美托伤 然后那大家当然就又很好奇 如果说你们还是要继续赴美托伤的话 还是会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来率团吗 还是说官员的层级会降级 耿爽就没有多度说明了 不过隔天北京时间7日的下午2点左右 中国商务部就突然间发表了一个声明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刘鹤还是要继续率团前往 那时间是9号到10号要前往华盛顿 所以这就意味着说 川普突如其来的一个法夹湾 那其实中国也是不改他的态度 就是觉得说还是继续要谈和 当然解读也是很多 就有人说中国就准备打断牙齿或血吞 就说其实不管怎样 就还是希望说可以赶快平息这个贸易战 不要再让他再另起风波 非常谢谢嘉伦带给我们你在北京掌握到的 有关美洲贸易谈判的相关的讯息 那么川普是在北京时间6号凌晨在推特发文 中国销网美国的价值2000亿美元 非高科技商品关税税率将会从10号起 从10%调高到25% 他还预告剩下还没有被课征关税的 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也将会被课征25%的惩罚型关税 刚才嘉伦告诉我们好像中国大陆 那么在处理这件事情审慎也显得相当的低调 未来持续要关注的就是 刘鹤会在5月9号到10号访问美国 那么跟美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第11轮磋商 后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 而事实上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有机会跟在中国大陆台商有谈到 美中贸易战好像会打延长赛 那么事实上对于我们的台商 已经造成不小的冲击 那么嘉伦在北京 是不是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台商 就这个美中贸易战还没有停歇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又怎么样来因应呢 其实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现在川普他说要再对这个 2000亿美元的产品 加征关税税从百分十变二十五 那要特别注意其实说 这一波的加征关税 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所认知电子 或是那些医疗高科技产品 而是一些比较低端的 或是说比较生活日常常名化的一些产品 都可能要被课税了 其实这样一下来的话就变成 无差别的关税惩罚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你都一律要课征百分之二十五的话 那就是全面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 所以说台商呢 他们第一时间反应 当然就是哀鸿遍野啊 就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到底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就问到了一个 在这几年当中受到冲击 中美贸易风波影响胜剧的一个台商 那这个台商呢 他是做木头地板加征出口的 就出口美国出的 我就问他说 那传出要加征关税了 你们一定会受到冲击吗 那你可以谈一下 你们过去一年来 对于中美贸易战谈谈打打 那对你们公司营运的影响 那这个台商呢 他就跟我说呢 其实呢 他们经历的惨痛经验 不只是在过去一年发生 就是在过去的大概十年来 他就说其实这十年来 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就是一波未凭一波右气 那他就以他自己所在的 木业加工这一方面来跟我说 他就说其实过去呢 包括2011年的时候 他们就曾经被美国课征 双反关税 就散布贴反请销的关税 那他说反请销税率 会比这种什么25%都还高 通常都是四五十 或是一百两百 那个都有可能 他就说其实那个时候 就已经冲击一波了 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呢 当然又是一波又一波 再来的话 他还跟我提到说 像今年三月啊 美国商务部又说 要对这些中国进口的 木制橱柜 还有洗手盆 展开双反调查 那他就说 其实这些利空消息 一直在市场传散 对他们的打击金 他们就说 其实早就 生意就已经很难做了 这样子 那他们更说 这样子一直加征关税下来 他们其实早就已经研判说 2019年的美国市场 是已经做不了了 他主要说 就是因为 大家知道 像这种 每次这种关税惩罚 他其实买单的 一定都是客户 不会是出口的业者 这边 那所以客户 当他知道说 我们要去承担 这样子的关税之后 他当然就会开始砍单 就说 那我们去找一些 进口替代 比方说去找 东南亚的越南 柬埔寨等等 他们进口的东西 那他就说 其实过去 在这一连串的 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 在中国大陆 做木业出口台商 他说其实生意 真的是很难做 是 佳伦 那面对这样的状况 还有情势的相关 眼睛发展 台商他们怎么样去因应 有想到说 转做其他市场 或是把一些 生产基地外移的 等考量吗 或方式 有 包括说呢 其实 大陆官方 也一直在辅导他们 就说 那不然大家 现在出口市场很难做 那我们来做内需 大陆是一个 有14亿人口的市场 应该可以消耗掉 这些产能 但是呢 这个台商就跟我说 因为我刚提到 他是做那个 地板 木头 那他就说 这几年呢 大陆也在打房 你旦打房的话 那你家里面的装潢啊 就一定生意 也会跟着变很差 所以他就说 其实这几年来呢 要去接这种单子 也是很不容易 那以他自己所在的 一线城市 他们公司主要是做 中国大陆一线城市的生意 他就说 现在呢 这种一线城市的房价 更是被抑制到说 都不能涨 当然就不会有太多的建案 那他们只能做那种老乌翻新的生意啊 那他就说 但是这种单子呢 其实是相对很少的 所以其实也是无法去弥补他们的缺口 我就说 那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转移你们的生产基地啊 或者是说 怎么样应变突围的方法 他就很无奈的说 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叫他们公司的业务员啊 多去跑展会哦 那去看看 有没有其他国家的订单可以接着 开发美国以外的市场 那再来提到那个转移生产基地 这个台商就跟我说 其实看似很简单 听起来也很合乎逻辑 可是呢 当你提到说要转移生产基地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想到说 那我们一定要再去找到人力成分 可以跟中国大陆差不多 或是比它更为低廉的地方嘛 那他就说 那但是这些地方呢 他们国家的 不管是那个劳工素质啊 或者说是政府 行政透明度 是不是很容易去应对 他就说 其实可能也会衍生更多问题哦 所以就以他所在的行业来说 他觉得大家都还是继续在 中国大陆这块市场上面 就是且走且行 然后观望 希望说大环境可以改善这样子 真的很辛苦 对厂商来说呢 要转型或是转移生产基地 都是非常痛苦的决定 有相当的挑战 这是中央社助北京记者陈佳伦 带给我们 在我们关注美中贸易谈判 持续进行之际呢 在中国大陆呢 经营木头地板出口到美国的厂商 目前美中贸易战持续 好像是取上加双 这是有关 谈到关注这个焦点部分 还有刚才呢 加伦也带给我们 第72届的WHA 将会在瑞士阵电瓦登场 那么在网络 报名6号截止之后 目前台湾还没有接获 遇获的邀请 有可能是连续第三年 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而中国大陆 有哪些说法跟立场 带给我们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稍后呢 我们还有两个议题呢 也要请加入来告诉我们 包括台湾迷人的风光 在中国大陆网络大V眼中 到底有哪些呢 还有在今年中国大陆的言论尺度呢 似乎又紧缩了 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节目稍后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 随段出发的洋广记者 王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而台湾有来 也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上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 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立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北方 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庄社驻北京记者陈嘉伦 接着要请教佳伦 就是台旅会在北京 是有办事处来推广台湾的观光景点 在去年通过网路大V前来领略感受 而稍后在11号也会有另外一波 这种网路微博的达人团也会赴台旅游 我们想请嘉伦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去年这个网路大V团 他们前来台湾领略感受台湾的一些景点 他们有哪些的发应 然后后续效应又是怎么样子呢 这个新浪微博大V团 他们去年到台湾来 那一共是有10个大V 那一天在台旅会 北京办事处9周年庆的现场 他们就也做了分享 那比较让我觉得说意外的是 这10位大V到台湾去玩的时候 短短7天 一共创下了2.3亿人次的阅读量 也就是说有那么多的他们的粉丝 在上帝图围观 他们在台湾玩的整个过程 那我就去找了这个大V来谈 我就找了一个 专门在写历史类文章的大V 我就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到底大陆的粉丝们 对台湾的哪一些议题就有兴趣啊 是美食呢 还是说我们那个很迷人 很精致的风光 但他就跟我说 其实他发现大陆民众 对于这些美食啊美景啊 其实相对来说是感觉有点 相较来说他们的兴趣不是那么高 反而是他随手拍 随手po的一些台湾的街景啊 或者是台湾民众 怎么样通勤上班的这些照片 会让大陆民众特别有感 我就请他再具体说明 他就说有一天呢 他就一大早到了台北捷运 那一天好像是早上七八点 原本应该是通勤高峰嘛 那他就拍了一下就说 是不是人也蛮少的 他就上船了 结果没想到大陆民众了 就在下面留言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他们捷运的人 会跟我们这边地铁的人 通勤高峰会差那么多 那大家都好各种讨论啊 就说是不是因为台北呢 没有禁止摩托车上路啊 所以大家都骑着小绵羊去上班了 那也有很多人就羡慕说 在台北生活好像比较惬意哦 不会像在北京上海那么涌起 这样的时候 那这个严金生 就是这个微博大V 他就跟我说 其实那大陆民众最好奇的呢 竟然会是这种台湾很平凡 无奇的日常生活的 他就说这一点是让他觉得比较意外的 因为他本来也一直想说 那他到台湾来一定要多拍一些风景照啊 或是美食照啊 但是他发现说 其实民众对于这些 台湾人是怎么样过生活的 他们反而会更关注 那台旅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 洪东涛 之后呢 我就问他说 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那您怎么看 他就跟我说 具体反映在推广台湾旅游的过程中 他们也发现说 大陆这些出境到台湾玩的游客 对于体验当地生活文化的需求 有一直在成长的趋势 不只是自由行的民众会有这样的需求 包括说团客 陆客团 他们到台湾去的时候 他们现在也希望说 是不是可以弹性的安排旅游 不要就是 形成就是那种一成不变的 到那种景区啦 或是说去到那种大型的卖场啊 去参观啊 去买东西这样子 他们希望说 可以第一线的更贴近台湾民众这样子 嗯哼 也的确呢 我们这样的反映呢 有些数字可以做一些印证啊 包括在去年度呢 其实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游客呢 还有两百多万人次哦 另外呢 我们也开放了更多的自由行的这个城市 所以呢 非常欢迎中国大陆的民众呢 有机会呢 到台湾来看看 我们台湾的这场生活 也许跟中国大陆 您所待的地方呢 是很不同的 那么这些呢 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稀松平常 不过呢 却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好 两相对照呢 我们现在来谈的是另外一个部分哦 很多中国大陆年轻学生到台湾来哦 不管是就读大学 或是短期的研修 以及研究所 或是上博士班 他们都会感觉在台湾呢 上网是非常的方便的 还有老师形容说 是很舒服的 不过在中国大陆可就不是这样子的哦 我们关注中国大陆这几年来 官方似乎更严格的管控言论 那么有个数据呢 有人报道就说 光是呢 习近平上任 大概三年左右就超过 一万三千的网站呢 被封锁了 当然这几年还持续 有相当多的一些不同方式的 管控言论的做法 而今年是逢五四运动百年 六四天门事件三十周年 所以中国大陆不晓得 是不是可以观察到说 中国大陆是不是采取更紧缩的一些做法 他们可能出现哪些情况呢 今年呢 当然管制言论的动作会更大 因为今年是中国的敏感年的大集合 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以外呢 还有今年也是中共建政七十周年 还有太阳花雨伞运动五周年 各种敏感的节日都在今年逢五逢十 这一次到北京来呢 一下子就跟很多人接触聊天 当然就会好奇的询问一下 就是因为记者 就会想要了解说 现在的言论管制情况怎么样 空间有没有大一点啦 或是变小了这样子 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些提醒啦 他是这样聊的过程就发现说 今年好像真的特别要小心一点 因为就有学者跟我聊说 今年他们我都知道采访嘛 他确实我来一点很清楚 但对方就委婉的跟我说 今年三月初的时候刚开学不久 他学校呢 党委那边就开始陆续约谈了一些老师 那这些被锁定了 就是有习惯对外发表文章的 当然学校那边就跟他们说 你们今年要低调一点啦 因为很特别 那这个老师当然他一开始 他就故意反问嘛 就说为什么今年特别在哪里 可不可以说一下 那不能写的议题又有哪些 这样子 这种明知顾问器 对方也知道说 其实你就是想要探影探口风 所以当然就学校那边就笑而不早 就说哎呀 反正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好了 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后来我也被拒访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今年在大陆的采访 也是比往年艰辛 后来呢又接触了一个 微博的写手 就问他 在这种言论控管下 今年好像力道更加强 那你们这个产业 警惕是不是受到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 这个微博的大V这个写手就说呢 当然其实会有啊 但是我特别去问的这一位 他是写科学文章的 写科学文章应该比较安全吧 对啊 我说你这个也会哦 因为我只是随口问问 那他就说会啊 就是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就不会受到影响 那他就发现说 有一次呢 他在介绍美国的铅笔 我们常看卡通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铅笔 那个都是黄色的嘛 对不对 他就说他想要科普一下大家 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结果他就内文就写到了 龙袍皇帝啊 中国美国这些字眼 那他在发的时候就发现说 哎为什么发不出去了 然后微博就提醒他说 你的文章呢 我们需要再次的审核 那这个大V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说哎他又没有想要政治 那是哪里敏感啊 他为了找出哪一段出问题 他就把他的文章拆成很多段落 一段一段单独发出 那他去发现说 哎那当我这样子一段一段单独发出的时候 是每一篇都可以发出去的 所以他就忽然间发现说 哦原来单独发出去的话就不敏感 那如果全部凑在一起的话 就会变成敏感文章 他就觉得说哎 这样子的一个审核 好像是蛮有他的逻辑性的 因为如果说你看你把龙袍皇帝 中国美国这些东西串在一起的话 好像有一些政治暗喻嘛 对不对 那他就发现说 他从那个微博的那个 现在的言论自动审查 领先同业这样子 他就觉得说 好像有人工智慧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就好奇了 就打去微博的客服 就询问一下就说 那你们现在的管控的那个 敏感词的管控技术 还有那种触发那个 敏感词的那个机制到底是什么 他对方就跟他讲了一段 很饶口的回答就说 敏感词之所以叫做敏感词 是因为不能说嘛 所以呢 我不能跟你透露说 敏感词究竟有哪一些东西 反正得到的就是一句空话 没有回答 然后这大V就说 其实这几年来 还有大陆的景气又不好嘛 这两三年来 我们看到他的经济成长 就是一路一直在滑坡的 那他就说 其实他们街道的合作案 也已经跟着少了很多 相较以前的荣景 那他觉得说 在这个景气不好的当下 其实你要更用心的去维持 你个人微博的热度嘛 把这些粉丝留住 不要让他们流失 因为毕竟这些就是你的身材之本 那现在呢 他又说 但现在我们连发个文章 都要耗掉比以往更多的经历 所以他就觉得说 对这种现象 他也觉得很无奈 非常谢谢佳伦的采访报道 还有说明 中国大陆今年 对于这个言论的尺度 还有些管控的一些情形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中央社驻北京记者陈佳伦呢 针对四个议题 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报道 非常谢谢佳伦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